要想对图像的像素进行操作呢 那么我们需要获得ImageData中的Data这个属性 那么Data这个属性中存储的就是图像相关的所有的像素 为此呢我们把它存在一个新的变量里 我管它呢叫做PixelData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Data是如何存储一个图像中所有像素的信息的 如这些PPT所示 对于Converse画布中所获取的图像信息ImageData 其中的Data是将所有的像素 首先转换成了一个一维的数组 那么对计算机的算法和数据结构熟悉的同学呢 对这样的存储应该并不陌生 将一个二维平面上的数据转换成一个一维的数组 那么在这个一维的数组里呢 也不完全是零对应第一个像素 一对应第二个像素 以此类推 而是四个元素一组 也就是这个数组中零一二三对应的是 Converse画布中第一个像素的信息 为什么需要四个元素呢 因为一个元素中存放了RGBA四个通道的值 换句话说零存放的就是第一个像素中二通道的信息 一中存放的就是第一个像素中G通道的信息 二存的是第一个像素中B通道的信息 三存的是第一个像素中A通道的信息 下面依此类推 4567存的就是第二个像素相应的RGBA的值 相信聪明的同学就可以了解到后面的存储规则了 那在这样的存储规则下 我们通常呢可能要有这样两种应用 第一个应用是 我便利整个图像 便利到了第二个像素 那么对于第二个像素来说 相应的RGBA值都在哪里呢 那么答案就是 在PixelData的4乘以i 加0,加1,加2,加3的位置 第二种应用就是 我采取二维便利的方式 那么便利到了Converse这个画部中 第X行第Y列的像素 那么这个像素的信息在哪呢 答案是首先 我们先要把这个二维的信息 X行外列转换成 一维数组中相应的位置位置 这个位置位置是哪呢 是行数乘以图像的V字值 再加上Y 注意这里头我的XY呢 都是从0开始进行索引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之后获得了这个 一维数组中的位置值之后 相应的RGBA和之前就一样了 也是PixelData的4乘以i 加0,加1,加2,加3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获得一个图形中各个像素的值 也可以修改各个像素的值 基于此 我们就可以实践我们的图像算法了 下面我们在代码中具体的实践一下 在上一节代码的基础上 下面我们进行一次便利 大家可以看到 我让i从0一直到 converseB的V字乘以converseB的height 也就是在converseB上一共有这么多像素 整个便利一遍 每次呢 i做加加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 同理相应的在便利到第二个像素的时候 第二个像素对应的R值就是 在这里 我们尝试把它修改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把红色通道都修改成0 同理相应的 我们也可以拿到这个像素的G值 G值在1的位置 我们也修改成0 同样我们把这个像素的位置呢 找到所对应的B通道 那么B通道呢 我们也修改成0 大家知道000对应的是黑色 这么做以后呢 我其实相当于通过像素级的操作 把整个图像都变成了黑色 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我们点击一下filter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右侧的图像贴上去的呢 是一个黑色的矩形 在这里我上一小节所做的 put image data的参数呢 没有做修改 下面我们回过头再修改一下 并且试验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在这个程序里呢 从00开始 那么绘制的部分呢 也是从00一直到converse b的v4 converse b的hatch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具体做修改呢 我们只把二通道 也就是红色通道的值将它设成零 我们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点击一下filter 把红色的通道就变成零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酷 那么这样 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图像处理的算法 当然这个图像处理的算法是非常的简单了 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自己试试看 直接修改G通道和B通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大家加油